欢迎来到小春电影 我是小一 这一套分享冷门家片 激情年代 1692年的春天 北美麻州的萨勒姆小镇 那时候政权和神权合而为一 信教主义在封闭的小镇上盛行 他们设置情规截律 禁止娱乐活动 排斥一切异教徒 如此苛刻的环境中 许多人变得狭隘 自私 迷信又冷酷 一群政治斗寇年华的青春少女们 在生机盎然 充满灵性的森林里祈愿 小镇的黑人女仆带头施法 让少女们说出 信仪男孩的性命 取下对方和自己 情定终生的愿望 其中 青春貌美的女孩艾比 和前雇主约翰 有过一段私情 两人相识期间 发生过多次肉体关系 然而 约翰妻子发现后 便解雇了艾比 与是艾比杀鸡引蟹 对约翰妻子发下毒誓 这种巫术过于儿戏 却让所有人信以为真 有个女孩过度兴奋 还赤身裸体地打闹嬉笑 偏偏此时 牧师特里寻生来到森林中 她以为有人在搞巫术 一时间 这些少女们狼狈而逃 结果牧师女儿惊吓过度 倒在表姐艾比的怀里 接着牧师女儿害怕惩罚 故意装作昏迷不醒 还有一个女孩也是如此 她睁着眼睛就不说话 经过检查 两个女孩并无大碍 但小镇医生束手无策 她表示从没见过这类情况 一来而去 孙明认为有邪灵在报复孩子 牧师特里询问了整件事的经过 但艾比拒绝说出真相 也不承认他们在搞求爱游戏 由于艾比恋上 已婚男人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 又加上她是特里的外甥女 孙明对这一家子越发不满 而为了保住牧师职位 特里不得不请来教室积极 让对方施展法术 肃清女巫 其间艾比和约翰私下见面 她承认所有的一切都是闹剧 并希望两人可以继续 但约翰早已意识到 自己伤害了妻子的感情 她不想再踏入欲望的胸窝 不管艾比如何爱求 她铁了心要断绝这段关系 那一边 约翰家女仆坚持要收拾真相 她认为施法祈求心爱的男孩 只会受到很轻的处罚 假如一位隐瞒 别人会把他们当女巫看待 下场只有脚型 牧师女儿听见对话 突然蹦了出来 当面戳戳艾比和学发毒事的行为 但艾比很不好惹 她对牧师女儿狂杀耳光 灭了对方闭嘴 然后用杀人的口吻做威胁 让所有人隐瞒真相 这些女孩吓得瑟瑟发抖 竟然真的对艾比为硬是从 不久 教室积极亲身上阵 严厉生稳 没几下的功夫 有个女孩招架不住 指负艾比是策划主谋 为了自保艾比谎称自己被巫术控制 将矛头对准了牧师家的黑人女仆 于是教室积极对黑人女仆严行拷打 艾比则在一旁煽风点火 将所有事情嫁祸给她 和艾比一样 黑人女仆也不傻 为了保命 她编造了并不存在的撒旦 以及神秘的异教徒组织 教室积极表示 只要肯忏悔和如实交代 每个人都会得到上帝的原谅 于是艾比第一个跳了出来 说自己曾被魔鬼蛊惑 并见过她和邻居走在一起 结果其他女孩也借此机会 纷纷指证无辜的村民们 包括昏迷多时的牧师女儿 结果这么一弄 所有人都信以为真 因此 女孩口中的几个村民将被起诉 事实上 约翰妻子知道事情 他知道所谓的施法 只是几个女孩的游戏吧 他建议丈夫应该说出真相 但约翰不想再和艾比扯上关系 他只想保持揭磨 来掩盖过去的奸情 由于涉及女巫 案件交给了大城市的法官 最先接受审判的 是这里要犯的两个老婆婆 其中一个死活不承认 自己和魔鬼有染 就在对方质疑时 艾比突然戏惊上身 说婆子对自己模仿攻击 说是迟纳时看 其他女孩也纷纷卖力表演 就这样 小镇上开始谈无色变 很多的村民被卷进了 荒诞云美的黑色漩涡 比如有个妇人和路人争论 无印说了一句都下低语 到了下午 他就被抓了起来 一个农分拉车过砍时 掉下了几个木头 身后看热闹的母女 就被当成了女巫 当然也有人为非作胆 一个地主指使女儿作假证 把和自己有土地纠纷的老人 盗上了法庭 在如此压抑的气氛中 小镇掀起血雨腥风 人人危在大西 这天 约翰家女仆做了一个人偶 微微缩缩地送给约翰妻子 由于女仆和艾比诬陷他人 约翰好好教训了他一顿 结果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女仆竟说出 约翰妻子也被人诬告的事情 其实不用猜也知道 这个人肯定是和约翰 有过坚弃的艾比 事后 约翰让艾比停止闹剧 然而艾比却趁机求爱 约翰一口拒绝 并对艾比发出严厉警告 如果自己妻子被指控 让他准没命 出于嫉妒和报复的心理 艾比用一根铁针朝腹部刺去 当着法官和牧师的面 他谎称是约翰妻子 派出幼灵来伤害自己 当晚 约翰在妻子的劝说下 对教师积极坦弱艾比的所作所为 偏偏此时 工作人员上门调查 发现了艾比制作的诅咒人偶 要命的是 人偶肚子上还有一根针 警官女仆做了解释 教师也上前求情 但伊丽莎白为了证明清白 还是决定接受调查 到此 人与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而往后的剧情走向 却揭露出人类的仇恶和扭曲 眼看妻子被牵扯进来 约翰终于忍无可忍 他逼迫女仆在法官前说出真相 隔日一早 两人前往办事中心 女仆一无一时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法官一听 觉得非常棘手 但幸运的是约翰妻子管有身孕 按照法律条款 他在怀孕期间可以免受惩罚 然而约翰认为 这不仅仅是妻子的事情 为了让小正恢复正常 他坚持要指控爱比等人说谎 审判当天 约翰让女仆写了一份证词 希望彻底戳穿爱比的谎言 法官看完后 便传唤爱比等人到场对质 面对法官质问 爱比脸不红 心不跳 坚称自己被约翰妻子报复 而另一位副法官则刁难约翰女仆 对方表示 既然一切都是假的 那就让女孩再表演一次恶灵上身 或者晕倒等技能 周末睽睽之下 女仆的情绪高度紧张 反倒临时怯场 可爱比还能演 她再一次顾忌重施 说看到女仆和魔鬼在一起 加上法官的威逼 玛丽倍感恐惧 无法说出真相 关键时刻 约翰强忍着屈辱 爆出自己和前故宫爱比的奸情 他认为 由于妻子将女孩赶出家门 所以爱比才想要报复对方 约翰还表示 自己妻子知道此事 他也能证明爱比有问题 这么一说 法官又去传唤约翰妻子 审问前 法官让约翰和爱比背对着大门 避免两人用眼神干扰约翰妻子 没想到 约翰妻子来到现场后 被这种架势吓到 他误以为丈夫要接受审判 便时刻否认奸淫罪 坏的是 爱比立马乘胜之机 他带领女孩来了一次集体表演 结果可笑而知 重重压力下 约翰家的女仆率先屈服 他随大伙一起来到室外 当众指控约翰就是恶魔 于是审问的结果 变成了约翰被捕入狱 日后 这些异教徒要被执行绞刑 他们一个个的被吊死 民众却在台下欢呼雀跃 但随着死的人越来越多 最会告密的爱比成为了过街老鼠 没有人愿意和他走在一起 眼看局势越来越不利 爱比干脆偷走了牧师的存款 独自一人逃到了异国他乡 爱比一逃算是为罪潜逃 民众开始议论纷纷 质疑起审判的公正性 于是压力便来到了法官等人的身上 无奈之下 他们决定让约翰妻子 去说服丈夫认罪 因为约翰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假如他能保住性命 那可以打消许多人的质疑 在寒风呼啸的海边 约翰见到了怀孕的妻子 他思考了一番 决定好好活下去 不碍于颜面 法官还要刁难一下约翰 这张签字的忏悔书 要常年累月贴在教堂门口 这么一来 约翰不仅要替爱比认罪 还要承担起十几人被绞死的罪责 事到如今 仅上两个老妇人死不认罪 而在良心和谎言 生与死之间 宠惑自由的约翰撕毁了忏悔书 他宁可选择绞行架 也不愿在精神上受尽折磨和屈辱 约翰妻子点头默认 他的脸上挂满了悲伤的泪水 心里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临近片尾 拒绝认罪的约翰 和另外两个坚守信仰的老妇人 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行架 就在他们大声背诵圣经时 约翰被人推了下去 最终消失在蓝天白云中 该片改变自舞台剧 《散乐母的女巫》 取自17世纪在美国麻州 发生的碎屋案 这起审屋案 把19个被告送上脚架山 2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 事发过程中 众多心怀鬼胎之人 借此报复邻里间的怨恨 嫉妒以及过失 而不少人为了活命 被迫承认子虚乌有的罪名 或者陷入歇斯底里 转而指控他人 由于剧本不比于1953年 就是美国麦卡锡主义 登峰造极之时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 该只是暗讽 同时期笼罩在全美上空的 那片白色阴云 好了 感谢收看小镇电影 我是小一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那么下期不见不散咯 感谢观看